歡迎收看參賽事宛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參賽事宛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引銀記錄資料庫 獨立製作的網路節目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再進一步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要去看這個事件的門道 我們有Podcast頻道 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來收聽收看來訂閱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所有的經費 都是來自於跟公眾集資公眾募款 也歡迎除了在收聽收看分享之外 如果可以的話 也期待你可以捐款給我們 讓我們持續的來做好節目 我相信長期關注參賽事宛會客室的朋友 應該也很清楚我們 這個節目做的非常非常多 有關於香港議題的討論 而最近在台灣的TIDF影展當中 有一部 香港的紀錄片 李大圍城會在台灣來放映 那不過除了李大圍城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部 我也覺得很棒的紀錄片 呃叫做這個紅磚圍城這一部片子呢 其實也同樣在談這個 呃前年理工大學遭到包圍的這個事件 今天節目很開心的 是邀請到了這一部片子的 呃這個導演哦 呃這個Jackie 張凱傑 也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討論這一部片子 Jackie你好 你好你好 也許可以請Jackie先告訴我們說 呃為什麼你會有什麼樣的機會 跟什麼樣的原因來拍這一部 紀錄片呢 其實就是在前年的時候 然後就是香港發生一個 從沒發生那麼大型的一個協會的運動嘛 嗯 然後我想就是其實每一個香港人 都很想找一個角色去參與其中 那我當初的時候就很想拍一些 整場的運動的其實 因為我覺得很多的片段 很多的歷史就要 給人家 給大家去 記住下來 然後就是 到11月的時候就是發生了 很厲害的事情 那那個事情就是很驚悍 很多人受傷 很激烈 很動盪 就是 香港從來沒有發生過 就是有警方 或者是其他的人 用暴力 用武力去想進 這個校園裡面 嗯 就是看見有人 想給這個圍困 他們走不出來 也有人 想圖忙 有人想 就是救他們 就是很多不同的部分 很多不同的參與的人 在當中 後來就 還有就是發生了一個滿長的事件 13天 就獨熱城的一個故事出來的 嗯哼 也許可以 要請你先幫我們來介紹解釋一下 這個理大圍城 就是圍攻理工大學的事件 剛剛你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這個香港的警察進去大學裡面 要去抓人 甚至也用很多的武器來攻擊大學 這個其實是 相對之下 是相對 不管是在香港也好 在很多的國家都是比較罕見的 可以告訴我們 為什麼當時香港的警察 其實不只是香港理工大學 也要衝進去中大去抓人 那當時香港警察 是用什麼樣理由 什麼樣的原因 要來執行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11月那個 當時候香港的背景是怎麼樣 因為那個賢慧的運動 就是從6月份開始 到了11月 只是滿長的一個時間來的 那這8年的時間 其實帶下很多憤怒 但是不論是民眾對政府 或者是警察對示威者 或者是就是民眾之間也有不同的憤怒 但是那個政府是從來沒有發解 或者是沒有解決 就是人辱人之間的那個憤怒 嗯 就是在 在就是11月的時候 就是其實發生這個大水的衝突之前 那個背景就是有一個 22歲的一個特大的學生 就是在另外一個場景 就是一個停車場裡面就是墨樓 然後他死了 那那個背景就是大家很憤怒 還有就是第一次任意中在衝突的 就是警民衝突的背景底下 第一個死亡的個案 那那個時候當時的背景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他會墨樓 是不是因為有一些脆率的一些檔月 是不是有影響 因為因為 就是 又或者是就是 就是救護車去進來救人的時候 會不會會對警方的行動 然後影響呢 就是救人的過程嗎 嗯 就是有很多的不上性的情況在裡面 然後就那個事情不斷地罷解下來 就是他們香港人就呼叫去罷課罷工罷死 然後不可地去出現一些堵物啊 或者是不可做的運動 就是那些公共的交通工具 就是有一些示威者就是不希望 就是他希望大家響應就是不要 要工作部要上學就是去反抗 就是去 嗯 去 就是示威者發起了一些不合作的抵制運動 包括罷課罷事 呃等等的 或者是也要大家罷工 所以他其實也有一些的這種所謂的情緒 衝突在裡頭 對對對沒錯 而重大還有離大就是他有一個特性 就是重大旁邊就是一個公路來的嗎 對對就是很重要就是整個興建 香港其中一個興建的部分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公路 那就會有一些堵路的情況 而離大離公大學旁邊就是有一個海底的隧道 嗯沒錯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交通的秘密 那就是有地利上的一些要系 還有就是一些原因在當中嗎 嗯然後就是還有就是因為 第一天的衝突就是發生了就是 有一個警察就是在開艙 就是在另外另外一個地方開艙 真的是艙的那種就是 下了星體裡面的那種 對那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就是重大的事情 我們看見這些警方就是說 他們就是要不利嗎 就是導入嗎 然後他們就對重大單一天 發了超過2000多的檔月 進到重大裡面 那外面的人就很想救他們 就像想分散警方的經歷 然後就慢慢在離公大學 還有就是九龍一邊的那個地方 就是有一些的行動去配合 那每一個事件不斷的發檢 然後就慢慢呢其實就 給這個圍困的離大 就放下一個很重要的浮現 在當中 ok 所以剛剛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剛剛談到了這個所謂的 罷師 罷科 罷學 甚至也開始做某種的這種所謂的交通上面的 這種阻礙的這個運動 那剛好中大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的高速公路在新界那一帶 另外一個離大的旁邊 其實就是非常有名的這個香港的過港隧道 那也因此在這樣的一個交通要塞當間 那學生在這裡集結 示威者在這裡集結 而香港的這個警察 也要去把這些人給清除掉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個事件 所發生的一些背景 那為什麼會特別在這兩個大學裡頭 那但是你剛剛談到說 以中大的例子來講 就是在一天就丟了2000多顆的這個 這個業務彈 催淚彈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 讓人家覺得很驚悚的一個畫面 而事實上在你的影片裡頭 這個你拍的這部片子裡頭 也看到的畫面最多 我看到就像我們現在你的背景上面 就是那部片子的這個影片 你看我看到最多就是煙霧 催淚彈 那李大就如同是一個戰場 我不曉得你當然不是一個示威者 示威者當然有他面對戰場的 這一種所謂的方式 可是你是一個報導者是一個記錄者 你那幾天在理工大學裡面 面對這些煙霧瀰漫的狀況 或者是隨時可能就會有人來攻進來 或者是攻擊你的情況 你怎麼去度過你怎麼去面對 其實那段時間是蠻沉重的 因為你看見的就是很多人受傷 很多人崩潰 那雖然我是一個是報導者一個角色 那我反而沒有太大的想就是那個那個風險 那個危險啊或者是那個那個法律 法律上的風險沒有想太多 因為你看這很多身邊的人他們小不了 還有就是他們受傷 還有他們年紀其實蠻小的 那那個環境給你的感覺就是很沉重 其實對每一個在其實不只我就是我身邊的那些的 拍攝的人啊智者啊他們也會有這個情緒在當中 而我智者其實我也有受傷就是如果 你也受傷了 對對對 銀牌當中有一幕就是他在另外一個出口就是有一些 一大約先進巷原裡面 那當時我就是在門口的那邊 然後他就補充了兩把 一個在手一個在腳 那然後就受了傷 然後也其實有滿一段時間 我就在巷原裡面去休息了一段時間 是現在回想起來就是有一些遺憾 怎麼說 因為我休息的那段時間就是 就是錯過了很多公司沒有拍了很多公司 那那些公司都是很重要的歷史 所以譬如說簡兔影片也有一些尾遺 像就是沒有看到他們拍 有些人他們爬去 其實爬去是很危險的時候 是進來的 那沒有沒有拍下 但是這次也是很重要的歷史的一個判斷來的 所以在裡面其實即使你剛剛談到說 有很多的很重要片段沒有拍到 但是就我做一個觀眾 做我從一個另外一個地方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那些畫面對我來講 都已經非常驚悚 例如說 拉著吊繩從天橋下面下來 然後看到這些機車 很多家長或者其他年輕人 騎著重型機車把這些人一個一個載走 或是我們看到這個催淚彈 不斷的丟到校園裡面 然後剛剛你談到的這個受傷的畫面 我覺得即使很多東西沒有拍到 但是光是這個已經拍到部分 我都覺得都是一個非常大的視覺震撼 那剛剛對你而言其實也提到了 你其實在裡頭是一個紀錄 那但是同時你也是一個 眾傳媒眾新聞的工作人員 其中的一個記者 我相信你可能在至少在影片裡面看得出來 你對於這些示威者 是有一定的同情跟一定的理解 那當然也許在心理上面 也可能是有很多的支持 我不曉得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作為一個紀錄者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 當你在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是採取一個什麼樣的立場 在這裡頭呢 就是你可能想要幫他說話 但是你又想要去客觀的報導 這樣的一個內容 或者是要忠實的紀錄 但是一旦你的情感攝入太多 恐怕這個紀錄也會有一些 被人家質疑的地方 那在這過程當中 會不會有人希望你伸出援手 如果有的話 你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在這個事件當中 我有一個很輕視的立場 就是贏道立場 人道的立場 就是有些人其實很多 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 就是很多 就是我們都是這個同鄉當中 也有一些就是他們會有興奮的衝突 但是我反而在這件事情上 我很明確就是 那當時候我在裡面 我很明確的一個概念就是 我想把我拍到的 我看見的 我都要全部帶出去 因為出面的外面的人 他們不知道裡面的情況有多嚴盡 那其實那個環境就是我們進出 我們自己進出的話 我們也要手打 就是警方會打開你的袋 就是找你的東西啊 OK也會先去檢查就是了 對對對沒錯 那其實很擔心的 如果他看到那些 我們的記憶卡 我們的大 線影機裡面的片方 他們去收起那什麼方 那其實會有這個想法 然後你就會好好的保床 好好的放好 那些的記憶卡 然後很想就是把這些片段 去傳出去 帶出去 那我記得有一個 我身邊一個比我還要年輕的同事 他遇到一個情況就是 有一個女生就是求他 求他 求他 你不可以帶我出去 就是有沒有多意見反光的衣服 可以帶我出去 就是讓他穿著記者的衣服 出去離開 對對對 其實也有入過這些情況 但是我們很現實的去看 就是其實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他都會檢查你的興奮 那些 那這樣對大家來說 其實也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去處理 然後 但是配隨我們不能做這些以外 其實我們盡可能也有東西可以做的 那我覺得 其實可以說就是 可能因為裡面有一些沒有太多食物 還有就是很多食物都變快了 那我試過就是把自己的食物給他們嘛 因為起碼我可以載出來 可以在外面載車 那當然他們沒有 他們心裡不舒服 這個樣子 還有就是有些年獎的一些的朋友 會看見他們打算去爬去 那風險實在太高 還有當中可能他們不是每個人都懂得有用 然後就會去給一些意見給他們 去勸他們要好好思考 要不要這樣做 那我想就是我 很重點的概念 就是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人道的一個立場在當中 我覺得這個過程事實上是非常為難的 特別是我們如果真的對於這些示威者 是有某種的支持 同情 在這種狀況底下又如何保持那個 報導的客觀性 記錄的客觀性 我覺得這事也很重要 特別是你剛剛提到 你的很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裡面的這些情況 忠實的 事實的告訴別人 從一個紀錄的角度來看 或是從一個報導的角度來看 我們把這個事情很忠實的去告訴大家 恐怕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在裡頭我們也看到 你剛剛談到說 你也會去別人 你會有食物去分享 或是給一些這種 看他的年紀的狀況 會給他一些建議 那可是我覺得你在影片裡面 也有一個處理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也很重要 就是你對於示威者的露不露臉這件事情 你是有不同的考量的 就是假設這是一個攻擊的示威者 我們看到他會馬賽克 或者會所謂的 這個稍微的遮掩他的這種所謂的外型 可是有些示威者被抓的 我看到你的鏡頭是刻意的要把它拍的 非常的清楚 讓大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不同的選擇 跟不同的考量呢 其實如果我是肯定他可以抓了 然後我就不 肯定他可以抓了 那我就不會馬賽克 因為如果我不肯定他可以抓了 那我就會幫他馬賽克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工作 不是不應該成為 只是當權者的放鬆嗎 這不是這個原因的 我另外一個考量就是 因為當時香港的協會 就是對警方對這個政府 就是不相信嗎 他們很多人擔心就是給抓了以後 他們會給不見了 就是被失蹤 被失蹤了 被失蹤給殺害的 都會有些人擔心 也真的有示威者 就是他們是支持運動的 但是他們自殺了 還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在海面上 被失蹤了 這是發生過這件事情 那警方警方也這樣抓了的人 他們帶進了一些就是很多年 就是十多年沒有用的 一些在很很郊野的一些的去樓的地方 真的發生了 那就是在兵检還要在就是在啊 中國大陸還有在香港中間的那些兵检的地方 那就是那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很奇怪呢 然後還有就是很多人他們給抓了以後 就是十多個小時之後 三十多個小時之後 他們才能打電話 真的假如律師那種 那就是社會上就是很多不相信的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他給抓了 那他是需要給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去知道他給抓了 他的狀況是什麼 他就是之後如果他打公司的時候 就是要找進去的時候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方向的渠道 他就是看那個進去的情況 就是當時他其實做了什麼 他的情況是怎樣 都是一個渠道給他去找一個進去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 特別是要去考量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這個報道者 因為他做了某個報道 但是卻讓這些示威者帶來更大的麻煩 那特別是你剛剛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我們做一個記錄者報道者 我們其實不需要讓這些當權者 把變成是當權者的工具 所以這很顯然看得出 我們是有某種的立場跟某種的價值 再去處理這些影像 再去處理這些畫面 現在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紅磚圍城的導演張凱傑 Jackie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兒回過頭來 再請Jacky幫我們介紹這部片子 以及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你很多的心情 你很多的轉變 你很多的觀察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很多人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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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出龍 你很多人都在這裡 你很多人都在這裡 香港人最有名的是甚麼 自救師 如果不自私 我們就不能拿來工作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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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布集中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 一部很棒的纪录片 红砖围城 那今天的导演 Jackie张凯杰 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Jackie你好 你好 这部片子我们之后会在台湾的校园 来做巡回的放映 所以在我们的节目上头 也可以看得到相关的资讯 如果你是听Podcast的话 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脸书 或者是到公民信用营记录制度或网站 来去知道所谓的相关的放映资讯 那当然除了介绍这一部纪录片之外 另外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本书 这本书是刚刚出版的 是香港的一位作家潘国磷 他写的这个书名叫做 事到如今从千禧年到反送中 这大概是从2000年的香港开始写 那他是有很多 他自己写的短文来集结而成 一直写到这个反送中运动 那这本书的写作方法 跟我们看到很多在香港 这种记录抗争 记录反送中运动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他其实相对之下的文学性是比较强 然后他也有很多的小故事 从文化批评文化研究角度来 让我们从不同角度 来认识香港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话 我相信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想法 好那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就要来再跟Jacky再做讨论 我们知道Jacky其实在 理工大学里面这个待了一段时间 而且做了一些记录 那在里头其实有三个主要的角色 在贯穿全场 那这个当然他们大部分是用引述 引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访谈的内容 那为什么会去 选这三个角色 这三个角色我其实我自己在观察的时候 我发现很有趣哦 这三个角色似乎对于 这个理大的 对于香港人是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 例如说觉得香港人 其实相对之下是比较自私的 甚至也有人会去感叹一件事情 哎大家不是都讲好 其上其落吗 大家不就是应该要 这个一起要努力吗 那为什么有人留了有人走了 所以好像对于所谓的当时的状况 是有一些怨言的 或者是有一些感叹的 为什么要选这三个人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些内容 剪在你的影片里头呢 当然其实很现实的 就是说就是在里面 大家都冰棒马乱嘛 对 那要找到对你相信 对你有幸运的人其实不容易 不是每个人愿意去说 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那我又要选择去保障他们的兴奋 还有这些安全吗 嗯 那刚好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反映了 这是不同的住 那个 注意吗 这是不同的情况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们给朋友掉下 然后他要直接走 然后他给抓了 有一些人就是他炮下朋友 他直接走了 走到 有一些人他们想留 就是留在这里 但是没有人陪他 就是刚好就是反映了 就是在这个情况当中 有不同例行的人 但是我觉得嗯 为什么把他们的那些看法下来 就是就是他们很正实的感受来的 嗯 就是一场运动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承认 这是我们失败 或者是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失败 我觉得其实OK 这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事件过去之后留下的意义是怎样 就是看我们那个反思是怎样 我们有什么反思 这个事件有很多人受伤 很多人可以抓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汽水 就是啊 就是 汽收 就是这个经验 就是这个事件带来的一些影响 一些后果 我们有没有反思 这个还是更重要 我觉得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 看待运动这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是成功也好 或失败也好 当然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绝大多数的社会运动都不会在当下成功了 那这个之后成功与否 跟刚刚凯杰提到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自我的反思是什么 那这其实我相信 我相信也是在里头 你很真实的把 你不会把这个东西塑造的 非常英雄的状态 你会把里头的矛盾跟冲突 在影片里面去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切面 那这里头其实也看到一种角色 就是警察 那这个警察 其实我们 你刚刚在一开始的开场的时候也提到 长期下来 警察跟示威者之间的那种所谓的怨恨 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那个不满是非常非常强的 香港政府并没有要特别的去 这个去化解这样的一个冲突 或者是甚至也不想要去解决 甚至 甚至也是在强化这些冲突的 政府恐怕也是强化这个冲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里面有一个片段 其实我们在电视上面也看得到 就是 呃 香港的警察在对于示威者进行某种的喊话 然后播一些音乐 然后用一些语言 这些语言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是一种羞辱 例如说 他说这些社会是这个 这个 这个示威者是浪费国家资源啊 自立低啊 然后你们在那边吃生命面包 然后呢 我等一下就可以去下班了 然后我可以去深圳吃海底捞 哦 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 已经是某种的 不是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 在激化某种的跟示威者之间的对立 你怎么去看 在现场你怎么去看警察 香港警察这种角色呢 其实我在现场 我觉得有一点失控的状态 那个失控的状态 它就是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没有后果嘛 他们知道就是 他们就很放不知道是谁 放映给他们这样做 是政府是他们的讲光 给他们这样做嘛 就是也有一种失控的状态 我们 一旦世界我们看见 从牡丽上面 什么党月我们都看到 那我们如果是 那些水炮车 那些 像假辣车也有 就是什么牡丽也有 然后心里上面 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他们会放割 他们会像画 那种心里面包就是 其实在台湾来说 不知道 可能就是一般的白色的放包嘛 就是一个面包而已 就是土司 对对对 就是 像这些圣面面包 比育成 就是世卫节 越式的人 就是老人家穷人 那自己就比育成 就是可以是活泼的那种 那就是反映的就是 他们不重视人的价值嘛 就是他们把自己 放在很高的位置 觉得这是有这个 要不要在上 就是有一个特权在当中 那真正就是反映的 这场运动当中 就是警报的原因嘛 就是为什么会有暴力 就是他们觉得 这是有一个阶级 阶级上面的差别 对没错 就是也是人民他们不满的地方 但是他们不知道 就是礼大里面 不只有真正的面包 还有就是圣面 圣面嘛 圣面也是 嗯 比这个面包更重要 对 嗯 对可以分享多一末 就是其中有一末就是 如果有一个镜头 就是在盆盆中的 就是有些的世卫者 他们很想 不一定是世卫者 我通常人引用他们是 被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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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们走出来的时候 就是在马路上面吗 然后如果你看 这就是有个人受伤 然后有一些 哎 救护的人 他们拉走他 然后之后那个画面 就是从地下 然后派上去 就是很多 好像十多秒 就是不断有一些 昌生我们听到吗 对 那这一波就是我当时 就是趴在地上 因为前方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我旁边是刚好有些储 有些可能在我们脚那么高的储 那我就钝在地上 是几乎整个人都趴在地上那种 然后派上去 因为我头上全都是党员嘛 就是我看见还有听见就是很多一些党员 就是昌星 然后就是前面很多这样外物 然后就是放弹 那些党员下了前方 然后为了放弹在后方 弹来弹去那种状态 然后我就是看见 其实当时那个情况就是 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去攻击情况 或者是他们去调动事也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那死破了 那差不多分一分钟 然后就是不断有创新 那有点像就是情况就是将这些生命 这些人当成一个活的标靶那种样子 嗯这是蛮就是很很很心疼的那个账态 那那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从一旦涉嫌过后 没有一个警方 或者没有人需要就是承认那个责任的问题呢 对嗯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呃香港的这个示威的群众 或是民间一直要 希望能够成立的一个独立的机构 来真正来去审理这件事情 但是香港政府一直不愿意 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香港的警察的势力 恐怕是越来越大的好非常大 然后甚至被 呃这个光头哥吧对吧 被到都参加北京的这个 撑下一些活动 那反而是看着这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 就是在助长那个所谓的警察的暴力 助长这一种 已经很拥有很多的优势的武力 或是警力的这一群人 然后又不断的去让他们更强化自己 甚至产生的某种 刚才刚我们在谈到那个 甚至是一种嚣张的这一种状况 那这当然就是 看起来香港政府并没有特别 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他误以为用这种暴力 他就可以解决 实际上面他反而引起了更多的反感 在里头 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角色 我也觉得非常有趣 是一个法律界人士 那他应该没有在里面 特别强调他是一个律师 但是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律师的身份 那这个 这个人应该是受到委托 要进去这个理大 然后去保一个学生出来 那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律师很有趣 这个法律界人士很有趣 他看到警察 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 会跟他说你辛苦了 然后有某种程度 对他来讲也是很尊重 可是当他一转身面对镜头的时候 又把林郑这个又非常的严厉的批评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特殊 但是简禁在这个影片里头 又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很特别的情况 其实当初的想法就是 想法就是 出来的人很难 就是很难出来 但是要进去其实也不容易 就是也很困难 对 那 从那个法律界的人士 就是他们进去的过程 你都会看见的景观 其实在校园外面 重重的一些关卡 对 就是不给人进来嘛 你看见外面的人 其实有多交紧 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 然后 其他人其实是很担心 很关心 要不要食物 然后就 吃给他们了 给食物 给他们了 那 就是反映在外面的人 他们的 情绪的状态是怎样 那我们 从这一幕看见 就是 大律界人士 他其实有点像是 对人说人话 对鬼说鬼话的那个状态 其实很有趣 就是 其实这份的灵活 真正就是香港人 他的特质 就是很灵活的那种 那我觉得就是 对于今天香港来说 就是我们各个方面 都看见很多不同的打压 那其实我们很需要 就是想起的就是 我们有这个灵活在当中 嗯嗯嗯嗯 对对 嗯嗯 对这个可能就是我们 可能保存实力 还有就是怎样去 灭对一些 会呃 就是一致的时候 嗯 我们要想的就是 我们的灵活 因为当初 当初整场运动当中 我们也看见就是 为什么可以 维持了八年 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我们也很多元化嘛 对 我们会有些大人的游行 也会有一些 在隧度有些年龙船嘛 就是很多的 迷活的 贴在上 玲珑枪 对 嗯嗯 也有就是 人 人脸的 人脸 的那种 其实很多样化 还有就是唱歌也有 就是灵活 就是才能像我们的性命 还有就是我们的能力 去拉长的一种 我觉得 嗯嗯 这就是你刚刚谈到 这其实孟子生是一个 比瓦特的精神 就是一个像流水一样 可以可以很坚硬 但是也可以很柔软 就是你刚刚谈到 靈活 就是香港人本来就有的一个特质 当我们在面对现在的这种情况 就是说真正的比瓦特真正的灵活 恐怕是 不只是保全 而是怎么样让这些 呃 改革的力量 运动力量能够持续维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 那这部片子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也曾经一度要到 李大去放映 那不晓得后来有没有放映成功 因为理工大学的校方好像是禁止这部片子 放映的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被禁止放映之外 其实你们这部片子 跟你们同时一起拍的 影异制发行的这个李大围城 其实原本要放映也被取消 而你们虽然拿到了这个放映执照 可是被归类为三级片 变成是三级片 然后在里面有一个注解叫做 有罪行描绘粗笔语言暴力场面 及轻度惊吓尽头 所以被限制叫做三级片 就是他至少不准某些人看到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 不管是李大的校方也好 或者是香港政府的电影检查制度也好 再去打压或是限制 你们不让这些讯息 给更多人知道的这种状况 在大选方面其实是蛮放映的 他们的错话就是因为三级片 然后就不凭他们去放映 但是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很多里大学啊 你们你会讨论的很多就是 文化 艺术 社会 政治 很多有正义的议题 可能也会上几篇 或者是就是就是很有正义的嘛 那里大学其实不是就应该去 讨论这些话题吗 就是如果你不讨论 其实你不会成长的 那其实也反映了就是 一个很放映的一发 而在这个电瓶呢 这个方面我们看起来就是 其实他加热这个条文就是反映 我们香港那个创作的空间 其实是收窄 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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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大宗 那我觉得最有问题的不是他说 因为有最新的描绘 或者是一些惊吓的暴力的强烈 而是他其中一句就是说 你评中的内容有部分就是有假的 这不正式的 或者是不正式的这样去说 那他们究竟是什么的一个角色在当中呢 去确确确定就是将什么是假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其中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最大 其实 你的意思是说他给你的理由 不只是什么暴力惊吓的镜头 甚至说你们的影片有些是假的 对不对可能他说啊 我只是啊不正式的 不正式的 对不对 那他的角色是很奇怪的 他就其实有一种就是把一个 如果我是道远 我是那个写作品的人 那他就放他的角色在当中 那谁是这部作品的道远呢 是他还是谁啊 这是很很很奇怪的那个情况 那还有就是很可怜的情况 就是现在香港没有一个电影员很翻译 就是不认识我们的电影 或者是影艺之谱那种的 啊 独立电影 对对对都都没有意见 电影院很可能放映 对嗯嗯 所以香港现在也不愿意放映你们这些片子 这其实在上次十年这一部片子 也发生过类似的这种状况 当然还是在过去还有很多的突围的方式 但是现在看起来那个突围的方式 似乎是越来越小了哦 那回到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也跟这个问题是有关 所以我们知道 Jackie 其实是很年轻大学 新闻科系 毕业大概只有四五年左右的时间 说实在 从一个新闻报导者的角度 记得角度来讲 这其实是一个 呃 你可以说是功逢其胜吧 就是看到这个香港的一个大型的变动 那在这里头 我们来做报导做记录 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 这个所谓的进程 或者甚至是一种使命 可是其实在这个大的变动当中 也反映出 或者是也呈现了 香港的这个刚刚谈到的整个言论报导 是越来越收窄 越来越紧缩 作为一个新闻科系毕业的学生 作为一个 想要去记录这些真实的这个导演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越来越紧缩的 香港的传媒 或香港的言论政治空间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新闻治疗最快的时代 其实可能很很老土 但是也是就是最值得做新闻的一个时代 来的 嗯 最差的时代就是 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最最重要 最好的时代 对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要 其实去继续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你觉得这个是几个去做的 要记录下来的 就去做 我觉得就是在今天香港的情况 其实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界别 就是不同的专业 那个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 不同的纲 不同的纲 当中 如果他能发挥他的专业 或者他的榜业 他的专业 那其实那个力量就会很大 就是有个系统的相应嘛 那其实不需要做的特别好 只剩你做好你的本分 其实带来的影响力 正会很好的 已经 嗯嗯 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自己的专业发挥 但是也很难 还要更说是要更灵巧的 比瓦特的这种状态底下 怎么去 呃 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 我们不仅能够生存 还能够去发挥实践理想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这我们访问的很多的香港朋友 也几乎都是类似的看法 类似的答案 今天非常谢谢 凯杰来接受我们访问 要跟大家特别的 来提醒跟介绍这一部片子红砖围城 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在台湾的几个大学的校园 都会进行放映的活动 凯杰可能也会在这个线上来 来跟大家进行连线的讨论 那欢迎大家来留意我们节目的资讯 那也留意我们节目的相关的内容 然后看到哪个大学 你可以去参加 也能够透过这个过程当中 让更多的人知道 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同时也让更多人知道 香港有一群非常认真 非常谨守着 基本的价值的记录者 新闻工作者 一直在为香港努力发声 今天非常谢谢Jacky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跟你聊天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谢谢 欢迎访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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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